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鱼放一起烹饪 今天我做一道夏日的沙拉 这道菜是用菠菜和粉丝做的 粉丝菠菜沙拉 我会加一点点鸡胸肉 然后这个是洋葱 它的调料很简单 五香粉白醋生抽 一点点油 加一点点白芝麻 然后我会用一个花生酱 浇在上面 我做了两次 每次全家抢光光 很好吃 特别是现在夏季非常适合 好吧,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 在温水里 我已经煮过一个开了 就是现在已经不是滚开的 温水里加入盐和油 盐呢会让 会让菠菜 调味 有咸味 油呢 使菠菜在煮的过程中呢 它保持菠菜的绿色 好,现在一个烧一个开 在另外一个小锅里面呢 我是用开水加盐 然后呢 加入 鸡的里鸡肉 让它煮熟 煮熟以后 现在在这边大的锅里面呢 大家看到这个锅已经开了 加过盐和油的水呢 已经开了 然后记得 这里一定是菠菜 只焯水 十秒 十秒 然后立即把它放到冷水里面 让它降温 相信我菠菜呢 既有咸味 又有 又保持了菠菜的绿色 在锅里嘛 继续将粉丝煮烂 好 粉丝呢 我没有煮很长时间 我就把它放在旁边 让它在温水里面 浸泡一下 粉丝就烂了 你愿意吃烂一点的粉丝的话呢 就煮时间久一点 好,我们另一个小锅里的 鸡肉已经煮熟了 加盐水煮的鸡肉已经熟了 然后在一个沙拉盘里面 加入粉丝 煮熟的粉丝和菠菜 上面加上洋葱 白洋葱 不要加红洋葱 红洋葱很辣 白洋葱 然后将鸡肉呢 把它撕碎 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撕碎 好 现在我们调一个料 现在加入的是我的素菜精 白芝麻 所有食材的量和食材 都在我视频下方的资料区里面 刚才加入的是五香粉 现在加入的是生抽 我加的是白醋 大家也可以加中国的米醋 好,现在加入的是糖 用量在下面的视频区下面的资料区里面 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配方已经做了两三次了 非常好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按我的配方做一下 现在加入的是蒜末 蒜末可以多加一点很香的 加入小米辣 喜欢吃辣的多加一些小米辣 然后上面是大小葱 我把它切成了 切成了葱末 加入烧开的烧烫的油 这样就把大蒜和辣椒的香味都烫出来了 好 完成了 加入刚才拌沙拉里面 煮熟的粉丝 菠菜和洋葱里面 我这一次呢 因为我的粉丝多了一点 菠菜少了一点 大家可以多放些菠菜 现在呢 这是我在做一个花生酱 因为如果我自己吃的话 我会加入一点芥末 这个花生酱呢 有一点辣辣的 因为我的沙拉里面 已经加入了小米辣 德国人呢 不是吃辣很厉害的 所以呢 我今天做的这个花生酱里面 是没有加芥末的 好 让把它全部花生酱化开以后 加一点冷水冷开水化开以后 加入稍稍的一点盐 全部搅匀以后 好了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将沙拉放入一个盆中 用用盆子倒扣沙拉 那然后呢 待会的那个形状呢 就比较漂亮 我应该我沙拉的时候应该按在 再按紧一点 它的形状真的是很漂亮 像一座小山 上面放放入鸡丝 煮熟的鸡丝 在盐水里煮熟的鸡丝 加入花生酱 哇 太香了 完成了 祝大家好胃口啊 夏天的 夏天的粉丝沙拉 做好了 非常非常好吃 我要尝一口 嗯 好香嘞 太棒了 太棒了 太好吃了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夏天在花园里烧烤 或者是跟朋友在大赛台上聊天 非常棒 非常棒的一道沙拉 又清口又健康美味 OK 谢谢大家对我频道的鼓励 谢谢大家给我写评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不受费的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我给你带来一些 非常好的烹调的主意 好 那我们就下周四不见不散 再见 请不吝点赞